我们的前秘义长李乾隆有通过电话 他也忧心忡忡 他说他有听到大概九个正部议长 可能会退党 谢点灵第一张退党骨牌一倒 后续将撞出国民党内的挺郭退党潮 这时候人在美国的国台名 换上亮橘上衣喝着汤满脸惬意 我们一起用具体行动 促成主流民意的大团结 不只在上机前抛出主流民意大联盟 随后谢点灵接力的退党震撼弹 侯友宜访日的政治红利 被郭谢策划已久的大戏通通抵消 大家为什么今天会这样跑出来 就是因为看到侯友民调不高 如果侯友民调还像去年年底 百分之四十几谁出来 所以我觉得谢点灵的退党 会变成是郭台名阵营 从过去战略模糊 转成战略清晰 一个很重要的讯号 过去郭台名都是伪参选 或是类参选 谢点灵帮郭台名揭竿起意 吹响后酒 但独立参选四卡都 不只违背当时答应团结的承诺 也和郭台名希望下架民进党的路 越走越远 我觉得他不会 他是生意人算得很精明的 他为了四卡都的话 他只要冲起来 他有可能跟柯文哲结合 商场老将 郭台名算得精参选之路 还有这选项 他背后没有正常 所以他的战略目标非常清晰 那柯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柯的战略目标 如果是发展壮大民众党 那这个事是有可能合作的 那要整合 不容易 现在不容易 比如觉得你要去整合 柯文哲你怎么整合 看起来信心满满要连署 所以这几个人都是头上长脚的 非律整合还是未知数 唯一能确定的是 国台名已经射出参选讯号弹 进行网络关键采放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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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